Zither Harp 开始讲解 这一堂课是 面死无常第五堂课 继续我们上个礼拜的主题 阿弥陀佛 首先我们宫敬合奖 领理根本全情上师 以历代全情主持 尊敬的根本全联上师 心中联身佛佛 尊敬的联上师母 尊敬的各位上师 尊敬的各位教授师 尊敬的各位法师 尊敬的各位讲师 尊敬的各位助教 尊敬的各位文法人员 各位同盟 大家阿弥陀佛 今天就继续讲 这个有关上次讲的四种资粮 第一种就是我们讲的 要守护我们的根门 就是六根 我们常讲六根是 常常使得我们翻页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去守护它 六根门头好修行 十字肉口好禅定 这个就是一集下来 都是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能够 在我们这个六根里面 怎么样子把它守住 然后我们一步一步 就能够达到自己的清净 那再来的话就讲到 这个静止而行 这个静止而行呢 这个行是怎么样 行就是我们 身口意去的行为 身口意的行为 一讲起来 这个题目就很大了 因为在我们 日常生活里面 如果没有用这个方法去修的话 我们不断的翻页 会使得我们没有办法 去灭自己的业障 一起会略知 就是苦极内道的极 把它挤起来 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 真的能够解脱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要好好去研究 好好去学习 怎么样去使得知识 能够避免这种问题 因为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身口意 并不是 我们说能够控制它 就能够控制 我们一定要需要时间 去慢慢去吸引它 好像我们讲 好像小孩子的时候一样 他很完肥 你跟他讲一下 叫他不要吵 五分钟 他要开始动了 我们的身口意 就是跟小孩子的动作一样的 你叫他不要动 他还是要动 叫他不要发脾气 还是会发脾气 叫他不要想这么多 还是动想细想 这是很经常 因为我们是人 但是怎么样子 能够使得他听话呢 就是靠这个静止而行 我们每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考虑 我做这个事情 有没有翻页 你做的时候 你马上就感觉到 你非常清楚的 也因为我们就是静止 静止力 就产生它的作用了 这个静止力就告诉你 这个不是很好的事情 最好不要做 甚至乎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你会考虑 你会考虑 这个地方安全吗 应该可以去吗 那你的静止力 马上就考虑了 好像最近 好像听闻 哪个地方 最暗很多 最好不要去 你的静止力马上会警告自己 这个地方不可以去 你跟人家聊天 同样 一讲到有人在你旁边讲是非 这个不好 你马上你的静止力出来了 这个是是非 可以听 但是心里面 不要跟着它走 你不听它 并且它对你发脾气 但是你听了 你听就是听 心 没有把它留住 不要影响到你的心 不要使到你 贪 真 吃 产生 这个就是修行 你讲我是有听 等如我们现在看东西一样 我看东西 我看到一样东西 但是我心不动 我没有产生贪的恋同 看到不好的东西 我也不会有产生 也不会有血受 因为我们根本 对我没有影响 所以我们 等如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 在里面前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外面的情况同样的 小孩子走来走去 是很经常的 外面的人动来动去 也是很经常的 我们不要跟着他跑 这个就是我们的修行 人家在我面前 讲了很多不好的话 我们就是马上心知道 告诉自己 我观察到自己的心 不要给他动 心不要动 是无常 关心是无常没有错 但是我不动也是可以的 我不会因为他所做 他所讲的话 我会产生 任何的状态 他轻占我的 笑一笑 我没有产生贪 你讲好的 我很高兴 我很高兴 然后你就产生贪 讲你不好的 你就心里面 马上就撑 又没有讲到 你在讲别的东西 你好像 没有什么感觉 又不可以 然后你就是 这个是血兽 不喜欢 又不 又喜欢 与不喜欢之间 我们叫血兽 三兽 都是我们一般的 所讲的 观兽 是苦 这三种兽呢 都是 令我们 一直产生烦恼的 所以 喜欢 就是热兽 不喜欢 就是苦兽 不喜不乐的 就是叫血兽 意思就是说 但是血兽呢 跟鱼吃 是相应的 所以我们了解到 这个以后 我们就知道 我们怎么样子去应变 任何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 我们就 很好办事了 看到什么 产生 我们都不会影响 我们 我们都能够 控制自己的心态 危险的 我们不会做 犯罪的 我们不会做 就是我们的身口意 每做一步 你都会 看得住 知道啊 我起心动念 所以 地藏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我们所有人 起心动念 无非是业 所以我们了解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要把自己的控制好 不要使到自己 一直翻页 所以大家了解到 这个静止而行 久而久之 你的智慧 就会 生长出来 因为 智慧 就是因为这样子 产生的 再讲回来 因为平常你修法 残病 然后短短那个时间 可能 譬如说 你坐在里面 一个小时 你已经很辛苦了 坐得很辛苦 起来的时候 可能这个脚都麻了 可能 很辛苦 但是 我们 整天这么长的时间 你身口意 一直用这个静止而行 比你坐在哪边 藏定 更有效 因为你遇到的事情 你能够止 你的念头就好了 你能够关 你的静止 就产生了 所以 静止 跟静念 就是在我们 平常 并不是说 你坐在谈诚 才在修 因为你在 平常的时间 一直在用 在你生活上面 你就会发觉 久而久之 你说 发觉 哇 我心 在这个心啊 很容易暗了 没有以前这么波动了 人家讲一句话 我就马上就 产生了种种的变动了 就不会了 都是因为你 在平常的时间 你一直在 把自己 一直在修自己的 种种的观念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不要 因为 平常都要修 怎么修啊 就很简单 只要自己能够 把自己 用到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这个要是修行 这个要是修行 尤其是我们很多人 因为要工作嘛 整天工作 回到家了 以后 累了要死 躺在床上面 就睡了 哪有修什么法 还能够修吗 但是 如果你没有办法修法 平常就是用这种方法 你能够止 能够观 就是等如禅丁一样 没有什么分别的 但是 就是我们要了解到 这只因为什么情况 会发生种种的事情 这只要很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能不明不白 他们念 真真正经训练这个 如果在南传佛法来讲 他们念的时候要怎么念 他们每一个 为什么要念这个 就是指我们的妄念 指我们的妄念 好像我们吃饭的时候 他们怎么 他去 走过去 走过去 砸菜 我们要砸菜 他的心里面都一直在念 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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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为什么这样子呢 意思就是说 我的心在当下 我是砸菜 然后手举起来 举起来 把菜拿过来 然后吃饭 吃放中嘴巴里面 爬 爬饭 爬饭 放中口 嘴角 咬啦 一直在咬 咬按 他们都是 每一个动作 他们都要 想得 很清楚 了解自己 在做什么 这个就是 他们训练 他们的 指 跟观 这个指观 很重要 而且呢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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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愿意 都不愿意 请继续 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每一个动作 在家也可以练习 但是你们练习的时候 最好不要在人家面前 你自己在家里面 自己慢慢练习没有关系 因为你不要说 吃饭吃饭吃饭 放针头放针口放针口 咬饭咬饭 如果你在很多人的面前 人家说 你修行是不是受了缩躲了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 但是 你可以在 平常 你可以在家里面 可以练习 这样子会使到你的念头 不会 乱想 也不会产生 忘念 尤其是他们 走路的时候 他们会 看 左脚 右脚 左脚 右脚 每一步 每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所讲的 身 口 意 都非常 尊重 这个就是他们 学习的方法 这个只是一个方法 告诉大家 但是 我还是讲 大家不要 千万在人家面前 做出来 左脚 右脚 左脚 人家就是真的会 以为你真的有一点问题 所以我们修行 是有方法 并不是说 嘴巴讲讲就好了 但是即使 平常可以用 默念的 心里面 做任何的事情 比如说你去拿东西 我要拿什么东西 因为人很容易见忘 你今天在这里拿东西 你去到哪里 忘掉了 我要拿什么 哎呀我忘掉了 哎呀我刚才说要拿什么了 忘掉了 去买东西也是一样 要买的东西 去到这个公司里面 去到supermarket 本来要买东西的 结果看了看到了 但是也没有买回来 忘掉要买了 为什么呢 你没有静止而行 因为我们就是很多情况之下 我们修行呢 都要收这个 使得我们的智慧慢慢生长 因为 因为久而久之我们的智慧 都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 我们现在了解到我们修行 应当怎么样 再来的话 我就告诉你 第三种了 不然的话 大家的静止而行 就醒不出来 第三种呢 就是 吃东西了 吃东西 饮食要质量 饮食要质量 怎么叫饮食质量 不能吃太小 为什么不能吃太小 太小呢 你没有体力 你心会烦恼 你坐下来的 肚子一直在会叫 你坐不住 你产烦恼 你的念头 就没有办法安静 那你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产生 脂 因为吃它太小了嘛 因为我们身体需要体力的 你肚子一直饿 你要收脂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你心里面 一直 会感觉快点快点快点 肚子饿了快点 快点 用力止住很难 而吃多好不好 也不好啊 吃多会怎么样 会这样住啊 会很脏呢 很脏呢 怎么样 有什么不好 很脏呢 就会没有办法关 会吃饱了 太脏了 就想睡觉了 你就开始产生分层了 你就没有办法很安住在哪边 你一直在想 哎呀 很撑啊 受不了 受不了 一直 好饱啊 好饱啊 刚才我吃过什么东西这么饱啊 你都没有办法 去 修行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吃东西 不是为了这样子 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这句为什么 我们 我们还有要知道一样 我们吃东西啊 在很大的寺庙里面 他们吃饭的地方 他们叫五观堂 怎么叫五观堂 五观堂的意思就是说 你吃饭以前 要做五种观想 要做五种观想 第一种观想 就是要看自己 自己的功德多少 然后量比来出 就是自己要想一想自己 有什么功德来吃这顿饭 因为这个饭菜来的不容易 因为你想虽然 现在我们讲一句话很简单啊 我用钱买回来的很容易啊 是没有错啦 现在可以这样子讲 但是当你用钱都买不到的时候 怎么办 没有人去种米 你就没有米吃了 没有人去种菜 你就没有菜可以吃了 没有人去做其他的种种的杂品 我们什么都没有的用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要想一想 自己的功德 我曾经做过什么东西 来吃这顿饭 然后 还要算自己的德性 自己的德性 全确应供 意思就是说 我们本来这些是给出家人去学习的 但是我们在家的人 也可以多学习一下 意思就是说 我有什么德性 要接受人家的供养 如果人家真的供养我的 我自己如果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去接受人家的供养 自己就要产生忏悔 很惭愧的心 这个很重要啊 你没有惭愧心 好像人家应当给我吃的 因为我是出家人 不可以的 都是我应当的 但是你也要人家拿到你的面前 甚至乎人家帮你煮好 你也要感谢人家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家里面有人煮饭 人家说开饭啊 第一件事情 我们马上要应 谢谢 感谢你煮饭 这个就是我们做人应当有的 礼拜 人家并不是 应当煮饭给你吃的 如果讲到出家的 过去出家中是要脱锅的 你拿个锅出去 人家给你 给你你才有的吃 不给你你没有的吃 当然了现在这个社会不是 好像以前呢 就是我们现在拿个锅出去都不一定有饭吃 所以我们还是同样 做感谢 我们还有呢 还有 放心离过 贪等为终 因为我们 要是了解到 我们吃东西 不能贪 好吃了 多吃多一点 不好吃啊 哎呀煮的这么难吃 受不了啊 不可以啊 好吃不好吃 并不是代表什么 我们要先了解 我们吃东西为了什么 我们吃东西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滋养我们的身体 如果出家的 希望我能够有健康的身体 然后我学到的佛法 出去利益众生 如果在家的 同样 使得我的念头 能够安住 好吃也好 不好吃也好 我照样吃 我心 不会产生贪恋 也不会产生 善恋 贪生吃都不会起来 这个就是 同样是静止而行 你吃的时候 不要跟贪相应 你吃到好的 好吃了 平常吃一碗饭 你今天好吃了 我吃两碗饭 哪就产生贪呢 不好吃了 马上就 受不了不好吃 哪里就产生秤心呢 心就产生种种的愤怒心呢 哪里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心 不要给它带走 好的 不好的 没关系 我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 使得我有健康的身体 好好去修行 好好去利益众生 这个就是我们修行最主要的目的 这个就是我们修行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我们这个贪千万不要产生 这个贪不要产生 这个贪不要产生 再来 静视良药 为了行哭 我们吃的东西 就是当它是药 治疗我们饥饿的病 因为我们肚子饿才会要吃东西啊 因为这个吃的东西 是治疗我们肚子饿的 而且呢 并不是为了我喜欢吃 我吃 我吃 最主要 就是希望我的身体 不受影响 能够好好去保全 能够好好去利益众生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未曾到过放寿此时 我吃东西 就是为了成就我的道业 希望我真的能够成就佛多 能够成就 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众生 这个就是佛堂里面所讲的五观堂 要做这五种的观想 当然呢 很多人说我都不是出家人 我不用想这么多了 但是 你是没有错 你不是出家人 但是你不要忘掉 我们修行 就为了处理 处理三界 希望能够解脱 因为你能够这样子做 就增加你的资良 增加我们修行的资良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资良道 我们能够静之而行 我们就能够把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做的事情 就变成无形中 就增加自己的功德 因为你没有翻页 没有受到种种烦恼的影响 大家知道 什么叫烦恼吗 烦恼 就是我们所讲的六大根本烦恼 贪 真 吃 慢 乙 不经见 这是六大根本烦恼 所以这六大根本烦恼 一直在我们身边周围一直在影响我们 使得我们业力一来越多 如果我们不把它控制好 这个业力一直在产生 然后我们怎么修 也没有办法安止 所以在平常我们一直在修 就等如把我们的业障越来越小 我们变成我们的资良越来越多 到我们的资良心修好了以后 我们就能够好好去更高一层 修行的话 就能够接近解脱越来越近 不然的话 一直在这个里面 一直到门口 佛法的门口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都没有办法争取 我们真正要实行它 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不要受到这种过患 一起影响我们 所以刚才讲到了 我们吃要资量 吃资量以外 你要知道我们 了解到在吃的时候 有一种不要跟烦恼相应 因为吃的时候 如果你跟烦恼相应 那你就很麻烦 怎么叫跟烦恼相应 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 东想西想 又想一想 哎呀 昨天买的东西不好 哎呀 谁讲我一句话 我都现在 放不下 受不了 我都不想吃了 没有胃口了 这个叫 一直烦恼制 自己一直想产生 你吃饭的时候就吃饭 所以 为什么过去的 禅宗的大德 常常都这样子讲 好好的吃饭 好好的睡觉 正续修醒 我们能够吗 我们能够好好去吃饭吗 我们能够好好去睡觉吗 自己要问自己 很多人在吃东西的时候 一直在跟烦恼相应 好吃不好吃 好吃 好吃 不好吃 怎么叫烦恼相应 哪里好吃 开一个小时都要去 你吃不到 你受不了 我一定要吃到 哎呀 很惨了 这么多人 排队啊 排一个小时 没关系好吃 哇排队 那你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跟烦恼相应 你本来一天的时间 这是为了吃 你喜欢好吃的东西 你就排了一个小时 怎么样 得到什么 其实这个好吃 大家想清楚 你嘴巴里面 只有舌头感觉到 我们常常讲 山寸不烂之舌 就是这个舌头 你过了喉咙 什么味道都没有感觉了 你就给他骗了 如果我们常常修行 刚才已经讲了 要守护六根 你六根 你六根为了好吃 宁可要开签一个小时 然后要排队一个小时 为什么 为什么 没有什么啊 就是洗饭而已 然后你就这个汤 就相应了 你就跟这个汤相应 如果你说没关系啦 时间比较重要 这个吃不到 没关系 看机缘吧 有机会吧 能够吃 能够把我身体 喂饱就好 不用想太多 这个都是我们要了解的 吃东西不要跟烦恼相应 不要跟烦恼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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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们 在吃东西的时候 还是在修行的 这个就是静止而行 这个就是 所以没有离开的 用静念去想清楚了 然后每一个念头 你都很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个就是静止了 你不受它的影响 我吃下去 只是为了我的师生 能够保持健康 不受影响 好好去将来能够利益众生 那这样子 我们都一直在修啊 没有离开过 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 不停地修 比你坐在弹琴里面 待坐半个小时 待坐一个小时 不知干什么 修还是要修 但是平常的时间还是在修 那我们了解了以后 我们做很方便 我们做很方便 现在呢 我要 开始要 本来要 讲这个 最后哪一个 但是哪一个又不是一下子就讲得完 所以下一个 要等到下一堂 因为我要把麦克风又要交给联纯上师 希望他今天讲得更多 希望他 他说今天要讲更多给大家知道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你们上师 请大家稍微忍耐一下 今天我们的事情很多 所以呢 所以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设备啊 是有点简单 所以我们知道人 换来换去 不好意思 然后呢 今天的事情又很多 等一下我们这个 外公司呢 又广播一下 然后 那我们的闹钟又小一下 然后又 今天的YouTube 好像又有问题 刚刚我就很忙 原本上师在那边讲话的时候 然后所有同学都传来给我 怎么都找不到YouTube 后来我们就赶快去解决了 所以 我还要帮你们做笔记 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还帮你们赶快写笔记啊 赶快去查啊 为什么 我很担心 你们跟不上 连满上师的开始 还好啊 总算 化血回移啊 什么事情都能够这样度过 所以很多事情呢 其实像刚刚连满上师讲的 他就是教我们 在任何时候 不要去panic 不要慌 然后呢 你知道该怎么去做 你就一样一样去解决 事情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不要自己陷在那个情绪的 恐慌 不要现在情绪的那种 很紧张的那种焦虑 不要把自己陷进去 所以要观察自己的内心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显现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修行者就这样 把我们学到的呢 把它弄出来 反正呢 有错误就已经产生了嘛 大家都可以谅解 这不是什么大错误 所以 这些东西啊 生死的事情都小事啦 对不对 所以呢 最重要是能够学到正确的法 学到正确的见解 那可以帮助我们解脱的 这个比较重要 那我现在发觉哦 我们现代人啊 因为时间都很赶 而且知识好像我们常讲一句啊 现在真的很明白 叫做知识爆炸的时候 还没跟大家问好 今天实在是很充满 所以呢 我们当然是省掉很多时间啦 最重要的 我们祈求根本全能上是 加持我们大家 都能够修法精进 然后说法圆满 让大家都能够体悟到 根本上是佛陀交给我们 这么珍贵 让我们解脱的佛法 让我们大家一起精进阿弥陀佛 那为什么讲到这个法很珍贵 刚提到 如果你没有听过 那这次听到我们就好好去把它吸收 然后把它消化 然后把它用出来 这个才是真正要去用到的 做到的 否则我们听像我刚才讲的 知识爆炸的时代 你像你所有的东西 网路上大家都很不吝啬的 全部都放在网路 很多东西YouTube的网路上 很多知识佛典 很多东西都在那里 其实你说你花时间去读去看 你看很多 可是你没有拿到去用 还是没有办法 要用出来 所以呢 以前我们提到 像当时 今天我们要提的三个主题 就是七枝供养的最后三个 秦转法轮 请佛注释 普皆回向 那么这个地方呢 他的祭语呢 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七枝战里面 七枝供养战里面 十方所有世间灯 最初成就菩提者 我今一切皆劝请 转于无上妙法轮 这是要请转法轮的战绩 诸佛若遇事灭盘 我悉至诚而劝请 唯愿久住 差成结 利乐一切诸众生 这是要请佛注释 所有礼赞供养福 请佛注释转法轮 随喜忏悔诸善根 回向众生及佛道 所以这三个地方 讲秦转法轮请佛注释 普皆回向 我们把两个秦转法轮 跟请佛注释 其实都合并一起来讲 当时释迦摩尼佛 他在菩提树下 他悟到了 那时候 后来我们听到的故事 就是因为 他在那个路上就开始起来 他开始看到明 东方的明星 他明白了 然后起来就开始犹豫 他是不是这个时候入灭盘 因为他已经明白了 知道众生很难度 我们现在真的知道众生难度 非常难度 因为大家都有我见 大家都有我见 每个人的思想都很奇怪的 非常怪异的什么都有 所以他明白 他明白 众生起心动念 无非是业 无非是罪 这么难度 他不想度了 对不对 他说要入灭盘 当他这个心念 一起来的时候 这个大凡天王 他从天空虚空界天界的时候 他知道 所以他就下来 恳请释迦摩尼佛 转法轮 注释 那我们为什么常讲这个转法轮 我们要明白 基础的概念 为什么叫做法轮 法当然就知道了 大家常常都学到 什么叫做法 能够帮助你解脱生死的所有的有用的工具 这些都是法 那么为什么叫轮呢 这是一个带象征的名词 因为呢 在古代的时候 看到力量最大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车子的轮 因为他很大 当时是牛车嘛 对不对 印度的时候 常常看到的就是牛车 所以他们看到牛像 他们可能拖着那种车 那个轮子都很大 那么看到的这个轮子 当时的所有的小小的动物 其实是人 看到这个轮子碾压来 也会觉得这是危险 所以取他的意思是 他像一个旋转的工具 可以碾压过前面所有的障碍 那我们就用取这个意思是 他能够这个轮 能够在转的当中 行动的当中 会碾压住我们所有的烦恼障碍 那我们的烦恼障碍 那我们的烦恼障碍 然后我们的烦恼障碍 这边这边的烦恼障碍 就是我们的烦恼障碍 所以我们的烦恼障碍 那我们的烦恼障碍 那我们的烦恼障碍 那是因为我们那个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我们不再一一跟大家讲这所有的故事 这些都是释迦摩尼佛本身的故事 但是我把重点跟大家讲 为什么请佛注释 请法 请转法轮这么重要 第一个故事讲得很快 我讲它的重点 妙色王当时是寻求正法 然后让自己的妻子 让自己的儿子太子 还有自己都愿意献身给夜叉 药叉鬼给他食 就是为了得到珍贵的法语 那么这个法语是什么 今天我们听到非常easy 可是不晓得当时释迦摩尼佛的本身的时候 是把儿子也给了药叉吃 把自己的夫人也给药叉吃 把自己的身体也舍给药叉吃 才得到这个法语 这个法语是由爱不生忧 由爱不生不 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不 我今天不太想去解释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以后慢慢讲 再讲了讲很很长 但是我只是跟你讲 人家至少是三个人捨弃他的生命 得到这个法 那我们现在只是people p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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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网路就出来了 或者是我们佛典中 历代的祖师就给我们打开来 我们就看到 哦 这么一句话 由爱不生忧 由爱不生不 若离于爱者无忧亦不 感觉上非常简单 是不是 这是我为什么讲知识爆炸的时候 那我们再继续讲这个知识爆炸的时候 第二段是什么 第二个本身的故事就是钱奢尼佛里瓦 这个时候为了得掉这个珍贵的佛宝 那么愿意自己燃灯 因为这个又是在第四天 这佛体里面讲的很奇怪 第四天很喜欢来跟这个众生 喜欢学道的学佛 学法的这个众生来给他们挑战 每个都是第四天来演化成一个药叉 演化一个凡人 来挑战你学佛的那种艰苦的那种毅力 那种舍弃的那种心 他又来了 婆罗门我来跟他讲 然后就挑战他 你愿意燃灯吗 自己的身体点成灯一样 然后来供养 这时候婆罗门跟他讲的话 这是第四天就变来了 长者接近 高者必多 何会有离 生者皆死 这句话听了以后 是不是大家学佛者 我们每一个真佛心者 心有戚戚焉 有没有 这句话听了以后 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 长者接近 无常吗 对不对 我们的三法印 四法印 然后诸行无常 高者必多 石顿常常跟我们讲的 这个昨天是总统 明天就去接下囚了吗 对不对 常常讲这种话 何会有离 我们常常见面离开 见面离开 都一定的 生者皆死 只要是你有生 一定有死 现在我们讲起来很简单 可是在 释迦摩尼佛本身的时候 要听到这样子珍贵的法宝 没有善知识跟你讲 你怎么可以去悟出这个道理 有些长者以前的 释迦摩尼佛本身 他们都是国王 他们都是非常精进想学习的 可是因为没有善知识来教他们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去悟到这层道理 等到听到这一场道理的时候 非常开心 连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生命都可以舍弃 所以他们的那种学习的心 非常的令我们敬佩 然后释迦摩尼佛的本身 又讲了这一段 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些记 每个记看起来都非常 很容易拿到 可是要让你们想一想 当时是多么的难 多么的困难 才能够学习到的法语 他是谈摩切太子的时候 他也是为了得大法 自身愿意投入大火坑 希望这个也是第四天号 他变化的一个凡人叫优赛 来跟他讲 讲这句话叫什么 常行于慈心 除去慧害想 大悲敏众生 尽伤畏与泪 修行大喜心 同己所得法 救护以道义 乃因菩萨行 得到这个法 他愿意自己舍弃生命 投入大火坑 当他是绝多罗仙人的时候 也是因为得到法剂 把自己的身体统统切割下来 血做磨身体 骨头做成饼 皮肤做成像纸 就是要刻下 写下这些法剂 就是因为希望传与后世的人 好好学习 最后的还有一个 大家都已经很清楚的 就是为了救鸽子 把自己的肉割掉 一斤去蹭的 这个师帝王 因为这个第四天又跟他下属 又来挑战这个 释迦摩尼佛 以前的本身 这个叫师帝王 那么呢 就用老鹰跟鸽子的 来跟他 让他明白 生命的重要 不是老鹰的大 或者是鸽子 不是重量大小 而是命都是香的 让他明白这个道理 今天我讲的这个 本身的故事呢 讲到一点 就是知识到爆炸 我们大家都很容易学到 太容易了 所以就会忽视 以前的人啊 如果你们看那些 那个阿罕记 还有很早以前 最早的最初的经典 释迦摩尼佛的弟子们 都会去请示释迦摩尼佛 当他请到一个法记 或者是一句珍贵的法语 他们就会自己去 找一个树枭 然后找一个山洞 好好的在那个地方 慢慢思考 慢慢的去明白 去领悟释迦摩尼佛 教他们的这个法记的 真正的含义 像我们今天已经 我念了很多 刚刚已经念到 现在已经念了 三四个法记了 四个法记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每一个法记 都可以让我们 好好的去参 让每一个法记 都可以让你去证悟的 让你去开悟的 我记得以前年本 上次在弘法的时候 也讲到一个故事嘛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 大弟子有一个 最笨最笨的 有没有 他只讲了 释迦摩尼佛 只讲他四个字 扫尘除够 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吗 这个佛典 这个弟子只是因为 扫尘除够 然后身体力行的 每天就去帮所有的出家众 开始把他们的鞋子 开始去清紧 扫尘除够 因为他不懂得讲话 不懂得讲任何佛语 可是呢 他只是把扫尘除够 身体力行的 想这四个字 扫掉屋内的 心内的尘 而不是外向的尘而已 除去心内的污垢 而不是除去外向的污垢而已 由外他修到内 他证悟了 真的阿罗汉 所以一个记就让我们 可以好好的休息一辈子 我们的现代人啊 贪求多 这是很危险的 贪多不专一 很危险 因为等到你明白了 这个法纪重要的时候 你要专意的去修持 那因为这个纪语 这个法语 你就能够开悟 因为你开始见到道 你去修 你就能够证明 所以呢 不要以为说 一个法语来得很简单 我们就很轻易的忽视了它 所以你想想看 在当时两千三千 几乎快三千年前 当释迦摩尼佛他悟到了 他觉得他要入内涅槽 大凡天王马上下来跟释迦摩尼佛讲 你当年 你就是为了要求到这个法 这么珍贵的法宝 你都可以舍弃你的生命 这么这么认真的 而且非常精进的 非常珍重的 把自己的身体生命都舍弃 就为了得到这个法 希望释迦摩尼佛继续的 留在这个世间转法轮 所以释迦摩尼佛因为这个淵源 才留在我们这个沙婆世界 转了三转法轮 对不对 最重要是他把法 珍贵的法传下来 让我们去明白 所以从以前释迦摩尼佛开始转法轮 教我们四圣地 然后呢 慢慢的两千三千年来 我们才可以有这样子 完善的佛法身三宝来带领我们 怎么去学习解脱的法轮 所以这个是当时 阿凡大凡天王 他请博助是 勤专法轮 他的一个 他的请求 所以我们这个后世的子孙 后代的人 才有这个机缘 我们可以学习 那么当时释迦摩尼佛传 大家都知道他八十几岁以后才入灭盘 其实他在入灭盘之前 他也有视线 他跟阿难尊者讲 这个在大长阿含经里面有提到 这句这个经典呢 我讲得快一点 我不是要讲经 但是跟你讲 这个出站在这个地方 佛告阿难 诸有修四神族 多修洗洗 常念不忘 在意所欲 可得不死 一劫有余 阿难 佛似神族 多修行 专念不忘 在意所欲 如来可止 一劫有余 为事除名 多守饶意 天人祸安 而使阿难 默然不对 如是再三 又亦默然 事使阿难为魔所必 蒙蒙不悟 佛三现象 而不知情 这个是重点 这个是当释迦摩尼佛 在那个时候 他已经提醒阿难 佛可以注视 注一节 一节很远 很久很久 可以注视一节 因为他已经佛有 种种的神通 他具有种种的大能 他可以注在世间 不入念凡的 来注一节 但是阿难那个时候 竟然傻傻的 什么都不讲 他没有反应过来 后来当大家越来 大姐越来 那个质疑阿难的时候 阿难那时候讲说 我那时候不晓得为什么 好像我蒙蔽了我的心一样 让我讲不出话来 所以因为三次的这样 情况 阿难没有请佛注视 所以三个月后 那个魔王波许 就来请释迦摩尼佛 入灭牌 释迦摩尼佛 那个时候就答应 魔王 他要入灭牌 那么后来呢 阿难他们都明白 想请佛注视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已经讲了 他已经答应 他已经印了 魔王波许 他要入灭牌 所以后来他就入灭牌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代的 真佛弟子 在2003年吧 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有 又是脑裂有没有 大家知道 他神行记的时候 提到他有脑裂 什么等等的 他常常的时候 就提到是说 他不想住在人世界 他可能到天界去度众生 去度天人 他可能去其他地方 在不同的道 我们有六道 他在不同的道 要度其他道众生 这个时候 我们身为真佛弟子 赶快怎么样 请佛注视啊 请佛注在 我们的沙婆世界 继续的救度 我们沙婆世界 人道的很多众生 当然其他道士尊 还是可以去度的 但是希望他注视在 我们这一个 沙婆世界的人世间 所以为什么以后 后来2003年以后 我们就 中委会不就出了一个 请佛注视祈愿文吗 那我们后来 每一天自己修法 同修 这个所有道场 在同修的时候呢 都会提到这个 请佛注视祈愿文 大家念的时候 就是要明白 佛法难文 真的很难文 幸好当时 大凡天王 请释迦牟尼佛注视 他传法轮 才流传到现在 那我们后世的子孙 能够学习到这么珍贵的 宝贵的 佛陀的教室的教室 和教法 所以呢 请佛注视祈愿文 我们希望 每一位 真佛道场 真佛中的弟子 都能够 在时时刻刻的提醒 请佛注视 要请尊法文 所以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 不只是我们这一辈子 等到下一辈子 下一辈子 下一辈子 这个恒续的 恒久的持续下去 这个 这个以前那个 上师们 马来西亚上师最喜欢讲 请继续飞 所以你看我们 真佛教育的这个 大学 这个 真佛中的网络大学 他们就故意放了两个翅膀 请继续飞 我跟你讲 这一定是这个道理来的 我就不用放翅膀 应该放个法轮也不错 轻转法轮 法轮继续转下去 可是我知道他们 这一代的这些上师们 最喜欢讲 请继续飞 所以我们就 每个人多了一堆翅膀 那么你们也要飞 是不是 你们也要继续把学到的 在你们的地方 跟你有缘的众生 你继续教养 教传下去 教教下去 继续的传下去 这个法脉 这个法的传承下去 所以释迦摩尼佛 这样教下来以后 我们现实的明摆 就要常常请佛注释 我也知道了 最近因为大家写信来 这个众委会办事处 都有写到 我愿 我知道你们都有写来 我愿意 我愿意 每个人都讲 我愿意 什么念真佛经 我愿意念高王经 然后回向寝思跟注释 转法 这个就是大家表达出自己心态的 自己的愿意 很好 而且这个愿要回向 就是来讲 普及回向 你做了那么多事情 师尊常讲 为了自己来做 当然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有功德 是不是 为自己解脱生死 当然是最重要 但是如果你把 你做的种种的善功等 做的种种的善因 你能够回向出去 这个更好 这是更殊胜 你能够懂得舍 这个舍受 跟刚刚那个舍受不太一样 我们讲这个舍的心 你的菩提心 那么 就是要回向 回向出去 但是回向呢 师尊教我们 当然我们就是普及回向 我们有个通计 愿同灭佛者 同身极乐骨 上报四从恩 下记三土骨 这个呢 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 跟我们一样同成佛道 这是普及回向 但是师尊也教我们说 你很多像我们念 送满一千遍 种罪些消灭 这个时候回向 有个特定的对象 像我们每天修法 譬如我们修法 我们来回向哪里 几个字 朝生出口 往生净土 朝生出苦 往生净土 这是最简单的 这是我们要回向到哪里 到你本尊的息地 你要跟本尊在一起 你希望你能够解脱 这个生死轮回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 你要回向到哪里去 你不要一下说我回向 我要去东方 又要是流离 光光火的净土 一下说我要去地藏菩萨的 萃为净土 一下子又要去西方 阿弥陀佛 一下又要去 虚空藏菩萨 他的那新兴的净土 我跟你讲 到最后会迷路的 所以呢 我们回向一个就好了 你的本尊是什么 你回向到那里去就好了 你不要 这边回向一个 那边回向一个 这个 D2我太多 这个歧路太多 你到最后 会在这人世间 多待几辈子以后 才会到达 你到达的目的地 所以我们回向 单一 一个 专一的 人家师尊讲的很简单 他就是朝生出口 往生净土 是不是 所以你也不要想说 哎呀上师 我的文言文不好 我的文笔不好 我的中文不好 我也写不出那么漂亮的句子来 那么战绩 所以你讲没关系 你只要简单明白就好了 你不要以为说那个书文 为什么他们书文写的 哇 好像那片体文 你知道那个唐朝的时候 那个片体文 那个八字这样子 哇 都是那个八个字八个字 一句话这样子的 那片体文 不用 你用最简单的 很多人问我上次我要报足起 可是我不懂得怎么写 那个足起的祈求名单 我说那么想那么多 复杂做什么 你只要讲你的愿望是什么 祈求 比如说我们上了下个礼拜是 摇子基姆 祈求摇子基姆 我放光照我们 照我谁啊 今天你足起人吗 可能我的病人 假设说我的爸爸生病了 我帮他足起 希望摇子基姆 消病业 你就这样写就好了 摇子基姆放光 加使我爸爸身体健康 病业消除 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写得很麻烦 说因为什么什么 所以什么什么 然后写得很复杂 是一个非常直接的 教我们非常直接的一个尊者 你什么不懂得写 你就把你的心意 很直接的写出来 简简单单 很清楚明白 我有时候每次看到 人家写信来求摇子基姆 好长好长 也是很好了 但是呢 你觉得你要花那么多时间 不是你要花 吃吃就要花 不要讲那么多了 反正清楚明白 简单易懂 这是最重要的 回向文 书文也是一样 书文就只在回向文 都是一样的 那是摇子基姆教我们 他讲回向的重点 你看 他在那个真火仪轨经里面 他讲回向是什么 修观入定完毕 回向是一种发愿 也有单求自立 求自己的 或是立他的回向 一般是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就是普皆回向嘛 所以呢 简单就好了 回向文可以称发愿文 可以自己写 适用就好 简单明白 所以呢 我们讲回向呢 师尊还特别强调我们 教我们 回向你不要花空愿 要有特定的回向的对象 要有特定的 你不要讲 哦什么什么 讲的那个 佛不晓也不晓得 你到底要讲谁啊 你懂为什么 要回向那个那个那个 那一群人啊 什么什么的 佛不晓也不晓得 你在讲谁 所以你讲一个就好了 一组一个 特定的 不要讲的 太模糊 我常常很害怕 那个同门讲说 哎呀 师尊你知道的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 可是 这个是最麻烦的 我不是你知道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 我跟你讲啊 你就讲出来就好了嘛 你到底要求谁健康啊 你就讲啊 对不对 你要求什么 你就讲 OK 虽然是不好意思讲 我觉得我们同门都很可爱 真的非常可爱 所以回向呢 你一定要有个特定的对象 你一定要讲一个特定的事情 磨尖事情 这个事情解决了 我们再求下一个事情 这样子就非常容易 非常简单 你不要一下子很笼统的 来哦好多好多 你像写路里一样 这一项要回向 那一项要回向 小小功等 你要回向十万八千的人 那个是有点辛苦 所以我们一样一样解决 这样子按部就班 念一个咒就是一个咒 你不要以为说 好我可以讲快一点 用千转法轮 我念一步经 等于念一千步经 没有那么简单的 我不是讲这千转法轮不好 这千转法轮很好 但是 你要先累积自己的功德 那你要用的时候 才用得出来 是不是 你今天如果说 比如说我们要讲一个道理 我要自己要学 这变成我的 我跟你讲 我随时可以拿出来 一直用一直用 没问题 但是如果今天你说 我要救一千万个人 可是自己只念了一个金 或者今天一句 轰轰轰轰轰轰轰 全部救他 可能吗 力量不到 力量不到 所以我们还是要培养自己的力量 为先 这是要教大家的 我们不要太贪求太多东西 所以今天呢 我们等于是把七支供养战记呢 稍微跟大家很快速的讲解了 那么我听那个连同法师讲说 以后我们的课程好像又要进入什么 进去什么另外一个 什么课程里面 反正呢 我们这种人是这样子 我负责讲就好了 那么那个背后的那个功课 背后的那些繁杂的事情 我就拜托大家所有的义工那方 因为有些时候讲得太快了 那个文章太多 自己不晓得要怎么去 怎么去写 所以感谢所有的义工同门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们如果对这个 这过去五堂课 有任何疑问的 什么不清楚的 哪一个点 不是很清楚的 你们就写下来 然后呢 传给那个负责的义工啊 师姐他们 师兄师姐 我不晓得是哪位负责的 那么你可以传给他们 那么有机会呢 我们下个礼拜呢 再慢慢跟大家回答 这些问题 跟大家再讲一次哦 你不要拿这个课程 以外的问题来问我们 你不要问我说 上次师师师 什么时候回台湾 你不要问我说 上次这个法要怎么修 这个跟课程没有关系 就请不要发问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感谢所有的义工同门 阿弥陀佛 谢谢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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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谢谢讲师 谢谢法师们 谢谢同门 谢谢 谢谢联合上师 谢谢联合上师 阿弥陀佛 谢谢联合上师 谢谢联合上师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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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恩联传上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OK拜拜 拜拜 拜拜 下礼拜见 谢谢 谢谢联合上师 谢谢联合上师 你是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对不对 是的 星期一星期五 星期一和星期五 星期一和星期五 星期一星期五好好嘞 好嘞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联合上师 谢谢各位上师 各位法师 各位师兄姐 谢谢 拜拜 很高兴 拜拜 上师也很高兴 我是很紧客的 我们下边订阅